欢迎大家回来我的频道 平时都录一些关于枪啊滑雪啊 这些货运动今天也来居家一次 我在网上看了一个网红的咖啡做法 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但是呢一个主播做了 我准备照他的这个配方跟着做一下 首先呢你需要的是一个instant coffee 糖这是我拿别的罐子装的 一个碗勺子 搅拌器 牛奶和透明的玻璃杯 准备的好看 然后里面要加上冰 具体做法是这样子的 咖啡呢你要把这种勺 不用太多 这样子就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把三勺 咖啡糖和水的比例是1比1比1 也就是说你可以1比1比1 2比2比2或者3比3比3 3比3比3呢可能打最后打开那个效果能好一点 因为顶上那层盖子会比较厚 我现在呢快睡觉了 这已经是9点多了 所以我就不给你搞3比3比3 因为3比3比3我估计喝完以后清醒晚上 完蛋 好 这个是糖和咖啡已经混在碗里了 下面来混水 水也是1比1 混完之后 就拿搅拌器开始搅 搅拌器 搅拌器小了 搅拌器放一边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应该是个什么效果 脚的满打不是 这个效果是这样子的 它不太流 这个碗它不太流 它慢慢往前流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做出一个很好的效果了 我们现在 把奶倒入这个瓶子里 其实奶多一点呢 这个咖啡味就没有那么浓 上面留一小盖子 我的想法是让这个咖啡 它上面给它盖满 我现在要用勺子 然后你可以拿这个勺子给它 稍微搅拌一搅拌 搅出一个花瓣 也没有出花瓣 但是总的来讲 就是这样子 那我现在要来尝一尝它的味道 看味道如何 这不知道怎么喝的 我把它 我把它这样摔一个 嗯 嗯 这个东西呢 你用什么样的一森咖啡 用什么味道一森咖啡 这个咖啡味道就会随之而改变 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不同的这个咖啡味道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也可以了 这样的话 它味道 尝试不同的味道 也是挺不错的 嗯 还行 跟我之前做的差不多 今天尝试了几次 然后 失败两次 原因是我用的别的咖啡 不是Instant咖啡 后来买了Instant咖啡以后 就成功了 所以这个东西不难 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